保齡中毒鬧得人心惶惶 可怕米酵菌算到底怎么防 医师指出原来食材应该遮养装 在这个个别的包装里面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至少在伯克霍尔德斯菌 这种需要非常营养的 这种培养米环境里面 他是不太可能去做滋涨 为了料理方便 除了冰存食 常会将类似食材混装在一起 厨师更为了节省出菜时间 会先把大量板条米粉煮熟放凉 等到顾客点餐时 再抓来下锅加料现炒 这样的SOP完全错误 因为米酵菌酸早已大量滋生 建议还是现吃现做 即便高温处理米酵菌酸 其实是没有办法被解掉的 如何防范恐怖米酵菌酸 家庭主妇较长饭的错误 就是锅里没吃完的饭 等放凉了才进冰箱 鞋师应该趁热 温度大约65度左右 就可以放入保鲜盒成装封好 放入冰箱冷冻 要吃时再遵守即可 至于干货要泡发 以往作业更是大错特错 像是泡发木耳 泡之前先用清水冲洗一次 泡的水更是要每四小时换一次 最好再加上这两样 促获柠檬水 让水呈现酸性 就可以抑制米酵菌酸滋生 干货很可能要曝散 那在空气中 可能就有一些灰塵细菌 所以你先冲洗一下 那一定放在冰箱里面去泡 这样会比较安全 由于米酵菌酸就要在设施 22到33度 以及酸碱值中性的环境中 迅速增殖 所以民众保存食物 只要多加留意环境及温度 就可以避免拔毒吃下毒 记者李清英国卫宣 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